在晚上将近9点钟当中 要告诉你国际最新情势 美国的参议员史考特提案 授权总统动武护台 那是因为中国的军机 最近频频在侵扰台湾的空域的同时 挑衅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所以在继美国的军议员游客 他在7月时提案时 授权美国的总统将可以动用武力来护台 美国参议员史考特也提出 那么类似的防止台湾 那么遭到侵扰的法案 也就是说授权美国总统 在中国武力犯台时 他可以动用武力防卫台湾 这个法案也鼓励 等于美国总统跟国务卿 适时应该要访问台湾 好在现场当中加入我们讨论 包括了有时事评论员 黄玉忠老师 以及民进党的新北市委员何博文 日本产经新闻 台北支局长石板老师 石板明夫 还有包括在现场当中 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张宇少老师 还有淡江外交及国际关系讲师 黄玉军 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以及前空军副司令的张艺廷张将军 等一下我要请教石将军 我们秀出在9月18号 跟9月19号 你看到9月19号的时候 礼拜六早上来的多少 他告诉你机型 这是一样运巴的反潜机 告诉你鬼机土在这里 哇来的19架次 19架次里头 殲16有12架 殲10有两架 包括了殲11跟轰6各有两架 运巴反潜机有一架 19架次当中的殲16机竟然有12架 为什么要派殲16 这是在我们的台海空域里头 第一次有出现殲16 为什么是殲16 等一下将军会告诉我们 可是不断的加强力道 这是9月18号对不对 我们如果往前看21号 包括了9月18号的部分 是出现多少 有18架次 有18架次 来黄毅忠 身为年轻人 你过去是海军陆战队对不对 你怎么样看 阿公是在干什么 那你怎么看 所以大家没印象 隔年2019年的1月2号 习近平在所谓的那个 就那个一国两制台湾 他们的声音 他就认为说 你们台青吃我这一套 反正老子拿钱你们就听话 结果他错了 而且当时他说 解放军中国对台湾 已经拥有主导权 当时习近平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只能说 他小开了台湾的年轻人 年轻人为了 就是赚钱没错 但是我们年轻人是有骨气的 我们的赚钱是在 能保有台湾的这个自主 民主这个地位底下 但你也就OK 但是你要欺负我们 你要我们把台湾跪下来 然后才得到你的这个 所谓的薪水的话 很抱歉 台青不吃这一套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一次 就是今年的1月 蔡英文不但大胜 而且拿下更多的选票 817万 所以阿公现在就开始说 好 给你好糖 给你好处你不要 那我现在就用这个军机烙台 他想要来测试台湾人的底线 然后不断的 但是我必须讲 包括网路上的这些网民 对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心里面有个敌 偶尔会开个玩笑 说真的打过来怎么样 但是我想给各位看一个 有趣的数据 这个是ET Today 今年最新在7月20号 他们调查了200多位的年轻人 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 就是说如果两岸爆发冲突 你愿意上战场 或让你的家人上战场吗 大家注意看 愿意的比例是40.9% 这个当然不算高 不愿意的比例是49.1% 但你要知道 毕竟上战场是要 你知道就要卖命的 还让我的家人卖命 所以40%你会觉得 好 台湾人好像不是很爱国 大家注意看 这个过程我们有三年的民调 大家看 在2019年的时候 愿意上战场的比例是32.7% 那再往前看 在2018年的时候 愿意上战场的比例只有23.6% 也就是说 换个白话讲 就是说 每隔一年愿意上战场的比例 多了10% 然后我们再看 不愿意上战场的比例 你看在2018年的时候 不愿意上战场的比例 甚至高达73% 后来2019年到52% 今年2019年 2020年变49% 这个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随着中共对台湾的压迫 包括反送中 一国两制等等 台湾人看在眼里 所以即便大家对于战争 你如果说我不怕死是骗人的 谁不怕死 谁都会害怕 可是看到这个情况下 你咄咄逼人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所以台湾人愿意战场的比例 拉高 这里面这个名字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这里面最主力的是哪些 你知道就最支持的 他的统计是 男性 而且是30到39岁的男性 是比例最高 我记得你以为 说真的 我们其实也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生活也过得不错 但是真的面临到 这种关卡的时候 你今天要给我 求过这个程度 你要我跟你舔 要跟你下跪 然后我才可以得到你 这些利益好处的时候 对我来说 我宁可就是跟你 就是决一实战 因为骨气 还有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家庭 因为你如果是 祈求人家给你的和平的话 真的投降了以后 我告诉你 到时候你的家人朋友 全部都在他的 那个淫威底下 那时候就跟台湾那边 香港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一份民调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就是说真的 面临危险 我们都会害怕 可是在真的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们亲门大户 不要以为台湾人没有骨气 台湾人真的很有骨气 一中这番话说出的是 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够跪着去求你吗 如果你在做大外宣 大内宣 是要转移你对台政策失败的话 那我请问一下 也许真的从阿扎尔一直到克拉克 那克拉克都走了 阿丽姐谁谁谁 克拉克都已经回去了 克拉克礼拜六 在参加淡水 这个真理大教堂 李登威前总统的告别礼拜之后 人都已经是离开了台湾 为什么共激还持续在绕台 持续在威胁 包括蔡英文总统 今天到了澎湖 到底为什么 而是不是这一切的这些政治人物 从捷克的议长 一直到阿扎尔 一直到克拉克 你有沒有觉得国内有一票人 是不是在替解放军开入 暗黑势力的浮动 包括也因此意外的引蛇出动 马英九前总统怎么说 包括了最近的一些退休将领 包括一些资深的 在这个国军的武器领域方面 其实都大有成就的 好像纷纷带风向 我刚特别秀出在国军的军事动态的 即使网站里头告诉我们 9月18号 9月19号 来了首度出现的殲-16 尤其在9月19号 一来 来了12架 在19架当中就有12架 为什么呢 为什么派殲-16呢 它有什么特殊的性能吗 当然我们刚刚看到 何博文告诉我们 解放军内部的最新状况 10月1号国庆之后 暂时动于令 真的就是要启动吗 可是呢 习近平内部是什么情形 为什么最近 在重要谈话当中 要求助于联合国 要主持公道 你的军力不是很强吗 干嘛求助于联合国呢 是什么样的态势呢 那川普也呛唆了 川普也讲话了 来我们看一下最新态势 张真君来告诉我们 大家准备好了没 各位事补充 向下俯冲 C13洞运输机 已接近90度直角 快速降低高度 回避敌军炮火区 这招还不过瘾 再来个低空冲场 这是以不降落方式 投资汗马车 做行李货物 仔细瞧 这C13洞轮胎距离地面 只有一个轮子的高度 不是练加子 还真的做不来 还有这招更狠 对这五边 保持潮地空 准备加速带回 执行最大性能几倍 距离地面不到一公尺 就好像飘在空冲一样 感觉笨重的C13洞 瞬间轻盈起来 这样的战术动作 是美军进逐战场 家常便饭 当然空军六连队 面对共军倾倒 这早就是飞官们的 看家本领 性能展示的科目 约上我们都是 哲优的教官 约上在正驾驶以上的人员 我相信我们的飞行人员 都具有这个的能力 二上午空军进行联翔操演 C13洞就扮演攻击军角色 22日中共一早攻击500升空 屏东空军E2K预警机 立刻打卡上班 远向天际高空监测 鹰眼预警机雷达 可以掌握超过500公里的作战范围 同时调度我国空军战机 进入战术位置 近期共军机舰扰台威胁 鹰眼就像7-11 24小时不休息 还有P-3C反潜机监控水下 是否有共军潜见埋伏 还能挂载小牛飞弹 鱼叉飞弹 以及MAK-46鱼雷 我先炸他们打开 准备通过目标筋模拟投弹 先拍车 好就这个画面 我请教是张将军 平洞的军事基地 今天出现这样的组合 C-13东 包括了P-3C还有E-2K 这样的组合传达出什么意涵 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三型机都是国军 目前空军的主力机种之一 13东它是实施空降作战 还有运捕 在运捕 这非常重要 尤其对外岛 在紧急情况的时候 13东都要实施空降跟运捕 那关于P-3C的话 它是反潜的猎杀 专门抓潜舰 它后面有个磁性侦测器 还有里面相关的这些 抓潜舰的这些 侦潜的设备 是非常周延的 而且它经过购改之后 它里面的 增潜的装备的信任都做提升 这非常重要 尤其为什么放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西南的海域也好 这个东南的海域也好 经常是潜舰活动出没的地方 而且我们知道 屏东距离巴士海峡 最近它一起飞之后 就可以过去了 这个地方是潜舰出没区 你把这个地方埋在 这个部署在这个地方 在时间上 在空间上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这P3C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对这个巴士海峡 对台湾海峡 还有对我们的太平洋的地方 是最刚好可以做三角的监控 那我们还有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的E2K 那这E2K 我们知道 它是在空中做监视跟管制 换句话 它对 因为它在空中 它的高度高 高度高 搜索的距离远 是这个样子 然后只要在台湾 中央山脉 就可以对大陆内陆 做这种战场上 整个空中动态的做管制 而且最重要 它有链路 它这个链路链进去之后 我们的地面上的 所有雷达站 所有的管制官 所有的无选 无选掌 都可以看到整个的动态 而且是向内陆做延伸 所以这个 我们知道E2K 它这个功用是非常的大 那它今天做这个战场展示 我们可以知道 最起码达到 有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的后勤的 补保的这个能力提升了 所以它今天可以做这个战力展示 那我们可以知道 刚才小军有讲到 就是关于为什么 签16要到 我们看到下一页 签16呢 为什么要到 我们这个附近的 这个空域做活动 而且一来来了12架 一来来12架 一来6的时候 对 我们把轰6把它剪掉 把运8的海巡机把它剪掉 那这剩下的就是 它就两架签10 两架签11 但是12架的签16 签16它的完成战备 已经三年了2017 现在2020 所以它今天要秀这个 而且我们知道 它有这个签16有三个特色 它第一个它新 它新的完毕之后 它的极音速可以到达是 2.4倍音速 2.4倍马赫 然后它的最主要 它的巡航速度 接近一次音速 就极次音速到0.95马赫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有相位陣列雷达 它这个东西 可以把它这个资料 练下来之后 分享给其他的辽机 可以做战场的管理 所以它这方面 它这个是强化了 最后一个 它是有向量喷嘴 换交车向量喷嘴 我们知道 飞机飞行的车是个弧线 它是个曲线 但结果向量的随线 也知道它是偏侧 你飞弹一锁大的时候 在最后阶段 它会这些偏侧 飞弹走曲线 因为飞弹没有向量喷嘴 它是有 它是靠那个起义 在这边控制 那这个时候 它有向量喷嘴 最后阶段 它可以做个偏侧 它有轨迹 没办法被飞弹 可以追尖 追苗 那它今天就是说 把这个前十六 放在海海 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它的机种的心 机种心 来考量它的安全性 它就把这个机种 把它先放在 先布阵在海峡中线以东 为什么保持安全 那不要在 不要在这个海峡 万一飞机故障了 你如果是苏凯两拐 苏凯三栋 这比较老一型的 或者是前十 他自制的前十 万一掉到海里面去 那不是整个就闹笑话了 所以他今天派的是千十六 派的百分之七十五 四分之三 比例用千十六来 那我们的飞弹 所谓的追尖 对它来讲 有用吗 有用 因为我们的这些爱国者 跟我们的天宫的飞弹 因为它有电子反反制的能力 就算你做电站 它也能够最原来的 原始的目标 做追踪 我不会被欺骗 你刚放出来的信号是假的 我继续追踪你这个真的信号 换句话说 我们的爱国者 跟我们的天宫 这个二型跟三型的飞弹 它有电子反反制的能力 换句话说要想欺骗它 是非常难的 只是说我们今天 我们要做鸡蛋 很绵密的搭配 什么时候用飞机 什么时候用飞弹 然后什么时候用远程的飞弹 什么时候用中程的飞弹 我们做最好的考量 换句话说你有很多的空城 今天换句话说 多空城 多空城 然后远近 远的我们用这个飞弹 近的时候 我们就换真心飞弹 在近的时候 换句话我们非常多的空城 他今天到海达中心以东 我可以告诉你 都已经在我们飞弹的 攻击的范围之内 只是我们没有动手而已 要动手 地对空的飞弹 对他们拦截 就是是轻而易举 只要是 因为现在的作战 我们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训练要扎实 只要训练扎实 我们空军的训练 我们知道在这个 太海空战了 31比1 那个时候 我们的F-86打米格27 这个时候一直到823炮战 一直到民国56年1月13号的 113空战最后场空战 我们在这个空战上面 我们的训练是很扎实的 到现在机型 大家大概性能我判断 按照我的专业的分析 概等 各有优劣 其实各有优劣 美国这个中共 我们这个美制的飞机 还有幻象发制的 我们在这方面 跟中共所制造飞机 各有优劣 各有优劣 就是看飞行的战绩 第二个 靠你的后勤的补保 后勤的能量 第三个电子战的作为 因为所有的战场 在复杂电磁环境 或者电子战 一定要结合电战 电战是一种欺敌 是一种自我防卫 是一种战术上成功运用的 一个巧门 我们要这么讲 第四指挥 指挥用兵很重要 这个时候我要用弹来接战 这个时候我用机来接战 机是用载空机 还是紧急截戴飞机 这个后面的预备机 要不要地补 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第一级 我们说第一级的定义 更是要明确 对这是很明确的 我就说你共军 你打我 我不能扳机 我只能落跑 不是这样子 对 因为整个战场战机 稍纵即逝 在战场上的时候 这种空战 这种要发射飞弹 你要选对 这个时候就要远程飞弹 或者是我们用响尾蛇飞弹 这个时候到近的距离的时候 飞弹来不及 可能是要用机炮 这个都不一定的 这个在空中 这个座舱资源管理 跟战场的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整个是动态的 有高空层 有低空层 有高速 有低速 有追苗 有诱敌 有后面有攻击的 有包夹的 这个换句话说 这是空战的运用 我相信情势是非常紧急 否则在礼拜五的时候 参谋总长 黄曙光包国王部长 延德发 不会进驻到 恒山指挥所 回到这个殲-16 首度在海峡中线 在台海的西南海域 看到殲-16 殲-16按照你刚刚所讲 这是共军自治三年成军 首度 他等于耀武洋 我有秀给你看 我的心事的一个武器 那殲-20呢 殲-20不是更加的一个先进吗 为什么不是殲-20来 而是殲-16 殲-20 他现在他是隐形的 他现在目前的部署 总共是有50架 他就不敢过 这是殲-20跟殲-16 两个都是他的拳头的部队 但是他为什么用殲-16 刚才已经做说明了 他为什么要用殲-20 如果他派殲-20过来的时候 很容易泄底 因为他这个 殲-20他是隐形的 结果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对这个隐形的飞机 我们把我们的雷达 做强坡 或者是我们 热山的这种 长程雷达 它的强迫性是很强的 它的炮是很够的 就把它抓到了 经过比对 加上E2K 加上E2K 加上长程 加上我们这些 布在这个山上的 这些雷达 还有地面进入 一抓 好像有东西在那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破敌了 我们把这些参数 它的速度 它的高度 还有它雷达的 截面积的多少 还有我们的举阵的编组 举行的举 举阵的编组抓出来 抓到他了 然后他的千二十 一破功之后 他的优势全无 所以他千二十 如果出来的时候 他的 他的前 换句话说 他的拳头部队 拳头的战机 结果被我们破掉了 他就没有溜势了 那将来我们 他这一出来之后 我们把千二十打掉 他是第五代战机 我们第四代战机 把第五代战机击落 请问一下 他不是不堪一击了吗 所以他千二十 他不出来 但是他如果出来的时候 我们抓到他相关的参数 跟他作战的这些的参数 跟兵力上的运用之后 我们研发 我们更新的战法 我们就可以把千二十给拿掉 美军不是夹菜的 我们看到最近共军 播放一个轰炸关岛的画面 不过在此同时 你刚刚特别提到 拳头部队 可是美军这一次很白 他的夺岛演习 正在模拟 是他要攻击 整个中国船舰 尤其所曝露 这个影片里头 看得出来 好像演习当中 以相隔八千公里的距离 模拟大跨 这种所谓的夺岛演习 这种远程的火箭模拟 攻击中国船舰里头 还告诉大家 他们怎么因应紧张情势当中 演练 注意看 演练如何在三十天 到四十五天之内 从美国本土以防一个陆军师将师部队所属的几个旅籍的战斗部队快速部署到太平洋地区 来这个演习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 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快速部署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讲三十天到四十五天 我认为是保守的 因为他的C5A跟他的C妖怪 空中霸王跟银河式的战略运输机是部署非常的快速 因为美国在这一方面 美国他做事情他不会夸大宣传 他有多少的证据 他有多少的实力 他讲多少的话 那他现在的在勇敢之盾 在关岛跟马绍尔群岛这个地方 做军演 做演习 大概是到这个礼拜五才结束 那他今天就是特别秀了 他的雷根号 也包括他发射战斧巡运飞弹 也包括他的陆军的战略部署的能力 他强调他是三十天 美军我们可以看到他配比 美军140万的美军 他的作战的人员 其实不多 只有四成 大概七十万而已 大概到七十万到六十万 他做后勤的人 反而很多 大概在七十万到八十万中间 他大概是六比四 他只有四成是作战 所以我们看美军一个航母 雷根号航母 雷根号航母 里面的人员将近四千人 但是他作战的飞机 大概八十多架 就这样子 八十多架 当然他还有这些雷达 还有包括他的武器 包括他里面的飞弹 但是他里面的在舱底下面的 做了后勤的 这些维修的飞机倒点的 我们可以看到甲板站都是人 有穿紫衣服 黄色的衣服 黑色的衣服 白色的衣服 红色的衣服 都代表不同的任务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对后勤上面的 非常的重视 那他今天 他把这个勇敢之盾的演习的影片做释放 表示说他在这一方面 他是在训练上是很扎实的 我适时秀出我的实力 也可以告诉这些印太地区的这些国家 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保持区域的稳定 保持区域的现状 还是要保持我在这个地方的军事上的实力 我展现出来 所以美国他这个勇敢之盾的演习 总共两个礼拜 到这个礼拜五才结束 他也适时的把影片秀出来 他也知道我不把我的隐藏实力 我也隐藏出来 我也公诸于是让大家知道 他是不是 美国的做法就是如此 也在做文宣上面的一种宣扬 好 那我请教是一君老师 国安战略不容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在这个抵近演习 欣扰台湾 对台湾这样子一个激进于这种压境的状况底下 我们看到国内的政治人物 当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对外讲不承认海峡中建时 今天前总统马英九说 跟台美关系的发展有关 这是在今天他特别强调 他说美国国务院次亲克拉奇访问台湾 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美方来访了人员的阶层越高 情势就越紧张 这两者有连带性的言论之后 他今天马前总统公开献身里头被问到 那中国不承认海峡中线 他的说法是可能跟最近台美的关系有关 你怎么样来看 这真的是引蛇出动吗 暗黑势力浮出吗 来一军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最近非常多的这些举动 他们的野心已经布露出来 不只是单单的对台湾 也是对美国 那他们对美国有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希望把共产主义去外输 让其他的国家去接受共产主义 所以这是美国没有办法接受的 这是第一点 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很多台湾的政治人物说 台湾会被美国抛弃 因为美国的建国就是在这种民主自由的 这个制度底下 所以美国人他如果在利益上 或许我们可以怀疑他会抛弃台湾 但是在民主自由价值上 美国是没有办法抛弃 那台湾在现在东亚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那我觉得北京他一直不断的去挑衅美国 他在很多事情上挑衅美国 事实上是为了掩饰 他自己内部的一个空虚 以及自己内部的一个不稳 但他往往就没有想到说 现在因为我们在一个 很资讯发达的一个时代 外交已经不是单纯的国与国 或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制定者 有公众外交这一项 所以中国这样往往这样子一个做法 像我们这种留学生 当年回来台湾 希望在国际上方台湾发声 中国随便一个这样子霸凌的动作 就好像我们可以奋斗十年 都没有办法去迎来 世界各个国家对于台湾的支持 那中国现在是支持恶国的 那美国现在很多的这种 人民看到中国这样霸行之后 就如同好几年前 这个外国媒体都喜欢形容中国 是一个巨婴 什么是巨婴呢 就是说他的行为 跟他的身体是不符合正比的 他的行为就是一个婴儿 他想做什么就什么 但他体游非常大 常常会影响到别人 但很可惜的是这个巨婴 在这么多年成长之后呢 他变成一个霸凌人家的人 他本质就是告诉你说 我现在跟美国在对决 我南海不一定打得过他 但我欺负你台湾一下 我台湾欺负得了 然后看你美国要不要过来 所以像刚刚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员 斯卡特他就已经是立法是什么呢 他就是等于给美国总统超弦部署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权责 因为以前美国如果美军要来的话 他变成是要是好像是防御性的 共军已经打台湾了 我们才会过去 因为美国总统是没有宣战的权利 但是他可以派军队去这个 可以说是就是干扰 不是干扰 就是介入一些军事 所以就等于是给美国总统一个 先前的一个部署的空间 那像这个美国的次卿 克拉克来台湾 他在讨论什么呢 他就在讨论 如果美中脱钩的时候 台湾的角色是什么 所以北京他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害怕 美国最近精准打击 打到他的痛处 告诉全世界说 你中共根本没有办法代表中国人民 你这样的做法 根本不是中国人民 想要在世界上的地位 所以中共非常的害怕 他狗急跳墙情况下 就有非常多这种很害怕 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很勇敢 基本上就是这种 会霸凌人家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台湾内部呢 我们常说我们做外交的 外交是没有不分党派 只有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所有的本位 所以我们大家更应该 更坚持的去捍卫 中华民国民主自由 我们也很非常清楚的 跟我们美方朋友去表达说 我们就是那个 民主自由的守护者 那中国中共 他要来打破这样和平秩序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那个秩序的破坏者 那美国必须要跟台湾站在一起 那我们台湾也会跟美国 一起守护这亚太的安全 那我觉得久而久之呢 中共的计谋呢 会被全世界给看破 那他自然而然呢 就会害怕 然后就会退缩 然后台湾的民主 就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是 谢谢郁军老师 但是的确也意外引蛇出动 看到了很多政治人物 在这个时候 他的所言所行 尤其呢 我记得石宝老师 曾经在新台湾讲 有说国民党内部的问题 不是猪跟牛的问题 是马的问题 蛮久总统最近讲了很多话 那么在这种濒临城下 这种两岸情势非常紧绷的时候 我看 这个像今天一种老师跟我讲说 韩国瑜 他也露出来 韩国瑜就说 我心汹涌澎湃 我心依然汹涌澎湃 大唱 我现在有出征 所以有人就说 你看吧 真的要选台北市长 所以你看吧 可能会像2020总统大选下 干掉这个 这个谁 红海集团的 郭台铭 他会干掉谁 蒋万安 万安很难 再继续练习 现在有三剑客 韩国瑜三剑客 韩国瑜说要选台北市长 然后孙大谦说要选桃源市长 还有一个周锡伟 要选国民党主席 被称为国民党内的新三剑客 三剑客 是三宝 也有说是他们新三宝 但我们至少就称他们为三剑客 共军都要打来 国难都大 国难当头大敌当前 对 他们就是心里面想的就是 还是这些 原来有这三剑客 OK 来来来 所以这什么态势呢 石斑老师 我觉得就是说 等于说呢 现在的最近的这半年的国际形势 发生一个巨变 这个巨变的话呢 以马英九为首的这种 就是统派的势力呢 完全适应不了 因为他们想的是 就是说 从2005年的连战 访问北京开始 一连串的化毒箭筒 这个已经想好了 要 其要这么走的 慢慢慢慢先是九二共识 一步步扎实下来 然后两岸 EQFA成立 慢慢往前走上去 然后呢 台独一定是一条不归路 一定不可能走得通的 但是说呢 这几年突然之间 一个是美中的对立 国际大形势发生变化 一个是台湾抗议成功 台湾的国际上的战略地位提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多少年来台湾政府梦寐以求的 比如说外交上的突破 比如说美国的友台法案 一个一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都变成现实了 捷克的议长来往台湾 这些是马英九当时 他马上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都成立了 然后他一想 我过去我规划的这条路 好像没有了 怎么办呢 所以非常着急地跳出来 不适应现实呢 他现在说出一连串 包括国民党最近 组织的反美猪的各种投案 他其实透过三个信息 一个说告诉台湾民众 说民进党是骗子 民进党做的事情都不能成功 他们就是骗你们的 然后呢 对着北京说 他们这帮家后有台独的 你赶紧去管管他们 修理他们 恫吓他们 对着北京 对美国说 民进党没有能力 民进党 他这个 你说他是美猪 他骗你的 他自己弄不 他国内政策 他自己弄不好 所以他要公投 他要把民进党 这个怎么说 公投这个美猪问题 彻底搅黄 然后呢 告诉跟美国说 民进党没有信用 民进党 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伙伴 他现在就是 拼命地 发出这三条信息 然后拼命地 想把历史的轨道 搬回他的九二共识 因为他知道 如果这样下去 九二共识 就马上过去 现在九二共识 已经变成消化了嘛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知道九二共识 已经成为笑话了 应该都不知道 还没有这个体认 即使已经笑 就是说 今年的海峡论坛 国民党都不敢去了嘛 海峡论坛 而且说 有录影带 不是不敢去 很想去 很想去 是人家说你来求和 然后人家又不跟你道歉 然后嘴巴上说 我们有道歉 拿不出来 所以最后就不去 所以就慢慢 所以只能拍啊 录影带啊 来表示啊 我零肉合一 虽然我身体不在 但是我的灵魂呢 跟海峡论坛同在 零肉合一 这是一点的 他们适应不了 时局的变化 第二点呢 就是说呢 其实呢 现在大家要看出 中国的对台湾的 统战政策的 就是说要选择一个 在台湾里面 选择一个自己人嘛 这个说代理人 这个对不对 就是自己人嘛 按中国的话语权出 站在历史的政策 正确的这一边的人嘛 那走台独的 这一路线是错误的这一边嘛 站在正确这一边的 代理人是谁呢 现在本来是 国民党主席是江启臣 现在中国 他们发现 江启臣连贺电都没有 中国根本不 你看日本的菅义伟首相 刚刚就任以后 习近平 李克强 双贺电马上就发到了嘛 这个贺电是很重要的 江启臣到现在还在等 没有贺电 没有贺电的话就不承认 不承认就是说 他们发现啊 中国觉得代理人 就是站在正确这一边的 江启臣是不合适 中国看不上 那么就要有找新的代理人 那也无所谓啊 江启臣走自己路就好了 江启臣是江启臣 但是说他们觉得 江启臣从那边 拿不到资源的话 那你就不可能 整合国民党 不可能再变成一个 整合变成一个 强有力的事业 国民党的生存的价值 为什么要靠共产党 但是他们觉得要需要嘛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就各路人马就跳出来 因为马英九千总统 也是发出能量 就说我可以当代理人啊 那么韩国瑜也说 我可以当代理人啊 韩国瑜这两天的场子 你看到我们看子母框 哇我心依然汹涌澎湃 的确是 所以据说9月25号 因为他发动了 所以9月25号 韩本要发动大游行 9月25号又游行干嘛 就重新再战啊 那目的是什么 诉求是什么 就是诉求 就是大概就是 就是他们很久 他们失落很久了 我将在一起 然后韩国瑜讲的话 大家又要开始 我可以当代理人嘛 还有台北市长也说 我可以代代理人嘛 所以是说马英九 韩国瑜 这些都已经进入 中国的选秀赛里面 他们选秀赛嘛 他们在很 他们正在选举啦 他们三个正在选举 看看北京要选 三个只有马跟韩 还有谁 柯文哲啦 还有柯文哲 对啊 三个人进入整个选秀赛 他们在选举嘛 所以他们要表现嘛 所以他们的一切的发言 不管是我心情澎湃 还是马英九讲的这些话 其实都是说给北京听的 对 我可以当代理人 应该是这么一个信息吧 对对对 来柯文 我其实觉得 你刚刚讲 你说是三剑客 三剑客 然后你有三宝 我这边也有三个 三剑客 进入中国的选秀赛里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国民党内部 他们怎么样的 党内的竞争 坦白说 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只是说我希望他们这个 就例如说我举韩国瑜来讲 就说韩国瑜真的是一个 异于常人的政治人物 你不能用一般正常政治人物的观点 去看他 我举例来说 如果今天我是韩国瑜 我这个当选完高雄市长 然后这么高票当选 结果又这么高票被罢免 我现在应该是 应该是内心忏悔反省 我其实是找地动 比我找政治出路还来的重要 因为我觉得很羞愧 可是他现在是四处觉得就是说 我将再起给四处发出这样的讯号弹 我觉得真的是蛮意外的 那我是认为国内 就是说因为台湾本来就是民主国家 那民主国家选举大家就是政党 一定要抢地盘 政党当然是希望能够执政 所以选举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竞争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选举的时候总不可能说 每个都说黄一中你比我好 你就选黄一中就好了 选举一定有竞争 一定会有一些攻击 但是说适度合理让人民能够接受 大家在台面上让人民做选择 但是我是认为就是说 当我们一致对外 尤其是说现在中国这样对我们 这武力恫吓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致的态度 我举例来说 美国现在从总大选竞争的难道不够激烈吗 川普跟拜登你看他那个民调 两个人心脏要够强 我看他都有一点年纪了 看民调真的因为心脏要够强 那他们即使民调这个拉锯很近 可是他们对外的态度都是一致的 你看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绝对不会说 为了这个为了看我来 美共会不会我的选票比较好 或者是这个我站在不一样的角度 会不会比较好 不会他们对外是站在国家利益 那我是觉得就说 台湾很奇怪 就说其实你说现在台海这样的危机 其实大家也都觉得说 这样的危机其实对台湾 对整个区域安全都不好 可是所有的你看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每个人都在骂蔡英文 都说这个 例如说共军绕台你也骂蔡英文 中国打压台湾你也骂蔡英文 中国在外交上被 台湾被外交上被中国霸凌 你也骂蔡英文 那事实上我们检视蔡总统 蔡总统不是不能检视 为什么不去骂共产党呢 为什么不骂解放军 你可以去检视 你可以去检视蔡英文蔡总统这几年来 他有没有什么欲举挑衅 或者不理性的这样行为没有啊 循规盗矩而且非常的稳健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怎么不去骂骂习大大呢 前两天我听到侯友仪市长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我们希望啊 两岸不要再互相挑衅 我就觉得张恶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们互相挑衅 请问我们台湾挑衅他什么 台湾长期以来被片面的霸凌 欺负恐恶威胁 我们毅力不搖 坚持我们的民主价值 请问我们做错什么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是认为 蓝颖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要有所觉悟 站在世界潮流 跟主流民意的一个正确面 我觉得他们这一昧的 跟中国唱和 俨然好像中国在台湾的代理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这个对 这个国民党在台湾的 未来的政治发展 恐怕也不是一个 好的一个方向 是 有一票人替解放军 在台湾开路吗 两个问题 我想请教是张瑜少老师 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解放军的实际状况 那习近平自己本身的状况是什么呢 你习大大 你好大大 你好强哦 那为什么 现在一方面疫情的爆发 南海之间的对峙 包括了美国关闭 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 这些事情之后呢 中美当然紧张的情势 这个逐渐一直在升温 可是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发表谈话时强调不能够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 他说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 同时呼吁联合国应该要主持公道 我觉得这个应该蛮像台湾应该是控诉的吧 应该控诉给习近平听吧 习近平竟然向联合国求救 包含任何的国家没有包揽国际事务 没有主宰他国命运 没有垄断发展优势权力 他希望联合国主持公道 你不是很强吗 为什么要求救联合国呢 习近平面临到什么态势 第二个他们播放的影片里头呢 哇这是共军拼凑美国电影空袭关岛 其实川普讲话咯 想玩游戏他们的问题就大了 敢空袭关岛 所以呢敢挑战第二岛链吗 来张玉岛老师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之中呢 不断的撒钱 包含联合国今年已经成立75年了 许多国际关系的学者 正在检讨联合国会不会沦为呢 中国的户水组织 所以呢习近平这样讲呢 他的羊毛呢不言而喻 其实就告诉大家 联合国即将变成下一个呢 世界卫生组织嘛 所以他大大求罪联合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中国也是五大安理会的 这个成员之一啦 他真的有实力 也有话语权 第二个呢 我接续跟博文议员所说的 如果不想跪下来 卑躬屈膝 捍卫我们自己的民主 这么说也叫做挑衅的话 那这样的挑衅 果然获得了世界各国的 在场跟认同 这样的挑衅的定义呢 真的跟国民党的 这些呢 政治人物跟政客呢 说的不太一样 我们回到这个影片 非常有趣 这是呢中共最近 既去年拍了我的战鹰绕的 宝岛飞之后呢 新的一个大内宣的影片 这大内宣的题目叫什么 叫做战神轰6K出击 好像卡通影片一样 太空突击对 要出击了 接下来呢就可以 我们可以慢慢地看这样的画面 前面呢 它是这个轰6K起飞 英勇的解放军呢 开始呢向目标呢抵近 最后你看这个英勇的解放军 起飞 然后呢有各种姿势 装枪作势 然后呢这个飞机非常先进 士气非常高昂 然后呢那个头盔上还有一个红星 告诉你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结果呢丢了炸弹 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这是什么 解放军丢了关岛炸弹 但是却是我最爱看的电影 史恩卡纳莱跟尼可拉斯坎西 在决定任务里面的画面 简单讲 这不是轰6K 这是F18 这不是关岛 这是旧金山的恶魔岛 所以解放军被人家嘲笑什么 原来你要超前部署 是前进好莱坞 眼尖的网友还告诉大家说呢 不只决定任务 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原来还有变形金刚 所以说解放军现在 已经掌握了万星人的武器 所以呢厉害了我的国 我们再玩一下看 为什么第二岛电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太平洋上有三个岛链 以这个第一岛链我们都很熟悉了 从日本啊台湾啊菲律宾啊 一直到马六甲这叫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呢包含了 小利元群岛火山列岛 马里亚那包含塞班啦 关岛啦一直到帛琉这叫做第二岛链 后面呢还有个第三岛链 第二岛链在太平洋战争上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马里亚那海战之所以爆发 还有呢菲律宾海战之所以爆发 就是美国拿回太平洋上的主导权 而且利用马里亚那群岛上面的这几个岛 塞班啦泰宁安啦还有关岛作为战略轰炸 日本重要的基地还包括后来爆发的这个呢 黄岛战役都是呢第二岛链的属性 刚才将军讲得非常好 第二岛链呢基本上扮演什么角色 因为呢中共已经有办法穿透第一岛链 但是呢如果呢穿透第一岛链之后呢 美军就只有退到第三岛链 或第三岛链的夏威夷要来持缘第一岛链之后 没有一个终继点 没有一个战略众生 所以呢这欧巴马甚至呢小布希以来 一直到呢现阶段的川普都刻意在经营第二岛链 两大军事演习刚好在一二岛链跟二三岛链之间进行 一二岛链进行就看将军所说的勇敢之断的行动 这个军事演习呢集结了一万一千名的美军 在周边进行呢所谓的联合军演 他也发射了这个战斧巡异飞弹 去进行呢对无人岛的攻击 另外一个呢叫做呢太平洋捍卫 2020这个演习更有趣 他的这个演习范围 从呢帛琉到阿拉斯加 总共呢跨了八千公里 而且呢进行什么呢 进行了几个很重要的演习 夺岛空降 简单讲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如果被解放军攻陷 如果这叫东沙岛的话 美军展现了什么呢 我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用空降或是呢 解放军刚才批的那个轰炸关岛 还有美国最近所做的演习呢 我们得到解释 第三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近呢解放军最担心的是什么 美国西向军送的台湾的武器之中呢 有一个叫做智慧型水雷 水雷过去在呢 哪一场战事中呢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就是在第一次卸大战 1915年到1916年的加里波底之翼 简单讲盟军想要打开第二战线 想要呢登陆呢 所谓土耳其的这个加里波底的海滩 直取了伊斯坦堡 这场作战是谁策划的 就是那时候呢 英国海军大臣 后来二次卸大臣 英国首相的丘吉尔 结果呢 这场战役为什么失败 很重要关键是 土耳其只用26枚水雷 不妨在海面上 就是达达尼尔跟那这个海峡的水面上 就把呢 盟军就是英军跟法军的四五艘战略舰 给炸成 这个是用人工 而且呢只有26颗 现在不得了了 我们现在呢 这个美国想要 这个出售给台湾的智慧型水雷 如同画面上所说的 它并不是啊 过去那种啊 载浮载成 或是呢纯手工的 它是什么 它具有AI 还有呢智慧型的这种能力 部署了这个智慧型水雷之后呢 对共军造成两个影响 第一个这两难呢 你如果想要快速作战 或者想要登陆台湾的话 你可能呢就要冒的呢 被水雷摧毁舰艇的风险 就第一个 你不顾一切 你想要快吧 但是呢如果呢 你想要排除水雷的话 这个船团的速度啊 基本上就慢下来了 刚刚成为呢我们的鱼叉 OK 或是其他的反舰作战的最好的猎杀目标 所以有这个智慧型水雷啊 引起了共军的紧张 最近在南海做的演习呢 其中一家任务是什么 如何排除水雷 针对什么呢 针对美国即将出售给台湾的智慧型水雷 下一个画面 如果有一天美国连这样的一个 这个回舌型的直升机啊 也卖给台湾的话 那么呢台湾呢 对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能力呢 简直是如虎贴翼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AH-1Z 简单啊 它是我们熟悉的AH-1 眼镜蛇的最新的衍生版 眼镜蛇是贝尔公司啊 在1960年代所涉及的 密集资源对地攻击的直升机 可是呢这是它的家常版延伸型 简单讲2000年重新翻 2000年的时候 重新把它的隐形给升级 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呢 又重新呢 在美国陆战队服役 到目前为止呢 有189架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它有哪些性能呢 它最快的空速可以达到411公里 它的作战范围呢将近700公里 但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武器的挂弹 还有它武器的性能十分惊人 首先在机首的部分呢 有三管加特林机关炮 基本上呢挂弹750枚 它同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画面 就是这个三管的这个加特林机关炮 同时呢它可以搭配 或者是说呢挂了 地狱佛缓战车飞弹 还有地狱佛缓箭的飞弹 还有呢同时呢 为了怕它被战斗机挤入 这样的直升机呢 同时还能挂了响尾蛇飞弹 更不要说呢 它还挂了许多的火箭弹 这样的东西对打击什么目标最有效呢 我们要打打击大型军队的话 要透过呢鱼叉飞弹 要透过呢空队舰的这个鱼叉飞弹 但是呢它对登陆艇 这些登陆舰呢 打击目标呢 具有毁灭性的效果 我大胆地预测啊 如果对台军售七项之后 明年呢我们就做这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美国可不可能把最先进的 除了阿帕西卖给台湾之外呢 这个H1Z世界上只有四个国家 美国巴基斯坦巴林等等 看台湾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 会使得我们的国军呢 在反登陆作战之后呢 有多了一项力气 来我请教师温朗东 中国现在不只霸凌台湾 它好像在在还要显示 为了这个大内宣 还要向国际证明 我有能力攻打关岛 我有能力去摧毁你的第二岛链了 中国一方面呢 在那边威吓说 他可以攻打关岛啦 或摧毁什么岛链啊 但重点在联合国上面 不断的这个讽刺美国 搞川普现在不爽啊 川普现在已经讲说 他明天的时候就要公开的 对中国展示强硬的讯息 来中去脉是这样子的 这个联合国七十五年 对明天的时候 其实他们当天的时间二十二 在明天的时候消息就会出来了 那重点是什么 因为习近平 他在联合国讲话的时候 他们现在都透过视讯谈话嘛 他刚才讲到四个重点 这每个重点其实呢 都是希望呢 这个世界各国呢 去联合起来去抵制美国 所以搞美国很不开心 他讲什么 他第一个讲主词公道 怕什么 他不是很强吗 对他主词公道第一个点 要什么 要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 在联合国代表性跟发言权 意思是什么 因为今天二月的时候 美国川普才取消掉了中国 在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 把它视为已开发国家 使得中国经济力大幅的受损 所以中国就跟联合国求饶 说拜托你们制裁一下美国 我只是已开发中国在装穷 第二点中国人说 习近平什么 例行法治 不能全球大家都听谁的 意思什么 就是美国比我强 请联合国帮欧盟加在一起 来帮我对抗美国 第三点 他说促进合作 这什么 靠冷战思维 意识形态 是没有办法解决 国际的这个问题 意思是说 中美贸易战 让我习近平很害怕 希望大家伸出眼手 其实川普最不爽的是第四点 第四点他讲什么 聚焦行动 多边主义 而且提到了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这意思是什么 2017年习近平就讲过 这个2030 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 环保协定 这个会关于巴黎 气候协定 美国川普他退出 所以说现在 这个习近平就挑拨离间 去跟欧盟说 你们在意环保的话 你们就要把川普赶出去 要去抵制美国 那你觉得川普听到这个 是不是非常的愤怒 所以我非常期待 明年的时候 川普是怎么样用重爆还击 我要播放一个影片 来义中帮我做解析 这个影片太吸睛了 来看立法院 他可能 未来会成为 韩国瑜的对手 联合国公布的国际标准 院长 你在美国吃美国牛肉吗 我吃美国牛肉 我不会每天吃 你有吃美国猪吗 院长 我现在来咨询你 我问你 你就不敢回答吗 我当然吃 但是我不会 当然吃 所以 院长 你有出事吗 我不会吃猪肉 吃这么多的美国猪肉 所以院长我告诉你 对啊 台湾人不喜欢吃美国猪肉 台湾人吃猪肉啊 对 所以台湾的猪很有竞争力 开放美国猪肉三十年了 台湾猪肉还占九成以上 美国猪到现在不到一趴 院长 所以 你的国际标准 放心啦 我对台湾的猪肉 比你了解多多 刚刚看到蒋旺安 当然我就不好意思考试他 这个经验不足 但是 我就看到蒋旺安 我想到他的阿公 蒋经国 国民党很多政治的人物 很喜欢去蒋经国的头疗在那边哭 拜托 东超西 1979年的时候 邓小平上来的时候 发了所谓的 同胞书 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国民党爱和平嘛 跟蒋经国说我们来和平 1982年的时候 找了蒋经国以前的朋友 叫廖承志 发了一封 治蒋经国公开信 里面讲的多感人 杜敬杰坡兄弟在 相逢一笑 民恩仇 结果我们的经国先生怎么回答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因为如果你是要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我台湾吃掉的话 门都没有 至少蒋经国在他 在他最后 他都是要保护 中华民国的存在 所以我看他不管是讲话 或是他其他的这些 国民党的这些后辈 你们只能在那边 头疗哭的时候 你有想过 金国先生的遗言吗 你有保护过中华民国吗 今天如果对岸是要 他的九二公司 是要把台湾吃掉 把中华民国吃掉的时候 你们还在那边 封印拍马的时候 你对了喜金国先生吗 我奉劝这些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去看一部电影 最黑暗的时刻 这个网路上都有 那个都可以看 这个是秋吉尔 当年在1940年 那他当时 因为原本的前一个首相 叫做张伯伦 最近政策 因为他相信希特勒 所以在1939年 希特勒签了慕尼聂会协定以后 结果就片片的破坏 所以后来英国人 把张伯伦拉下来 换了秋吉尔 可是秋吉尔那个时候 刚上任的时候 面临的所谓 德军势如破组 已经打到法国的边境 准备要蹲克尔克了 接着所以就环乐 那他国内还是分两派 一派就是说 希特勒这么强 你看闪电战 把法国打得片甲不留 所以我们应该投降 可是秋吉尔知道 秋吉尔知道 他的对手希特勒 是一个不守诚信的家伙 所以他当时很烦恼 然后这个电影里面 最有名的一段 真的请国民党的人 去看一下 他当时就是要去 内阁会议搭车嘛 结果他在那个过程中 他下了车 他自己下了车 走到伦敦的地铁里面 他跟 他跟这些伦敦的地铁 这些庶民百姓 他跟他们讲说 为什么我要主战 没有人喜欢战争 对手希特勒这么可怕 可是为什么我秋吉尔 一直希望大家 不要轻易地投降 他把他的缘由跟大家讲 最后他问了一个欧巴桑 一个富人他说 如果希特勒的军队 打到伦敦的街头 你会怎么做 欧巴桑他说 我会拿起哨帚 跟他拼到最后一刻 欧巴桑拿哨帚也要拼 有了这个信心以后 他到了内阁会议 他就跟大家 跟他的那些 跟那些国会的议员讲完 当时的他的对手 张伯伦还拿着手帕 因为他是保守党 听完秋吉尔这个慷慨激昂 而且连民众都支持了 连欧巴桑都愿意 拿哨帚的时候 张伯伦把手帕放下来 确立了英国就是要抵抗 所以最后历史的证明 英国不但抵抗了 而且最后还打败了希特勒 我还是要一句话 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 大家都会害怕 谁没有家人 谁没有子女 谁没有爱人 可是当对手 已经这样子的 欺负打的时候 有一个最根本的 就是你身为台湾人 身为中华民国的尊严 如果你连这一颗 都没有办法守住的话 将来真的就像希特勒这样 一旦你投降以后 他整个把你拼去 这里有一股势力 在替解放军开路吗 如果国安 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一股暗黑势力 真的已经浮现吗 来 持续锁定 新唐人家 有我们再会了